就在这时,天地间狂风大作,黑云翻涌,天空的光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吞噬进去,整个战场黑压压一片。 如果不是在场的神族有灵力加持,那风的猛烈几乎瞬间可以把所有人卷上天空。 有人说,好像看见了一只巨大的昆蓬,有人说,看不清楚那是什么神兽,因为体型太过庞大,足以遮蔽住整个天空。 隐约中,那只神兽的背上似乎站立着一个身着碧玉色衣裙的婉约女子,对着已经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九命大喊,九头腰,小九儿和我来接你回家啦。 那只神兽落在岛上,震动翅膀,在场所有的人都站立不住,被翅膀震动带来的狂风卷入海中。 整个天空和太阳都被它庞大的身躯和翅膀完全遮挡住。 煞时天地一片黑暗,唯有九命向流倒下的地方,隐隐散发着一点悠悠蓝光。 只听见那只神兽发出一声幽远浑厚的长鸣,继而再次展开双翅腾空而去。 那绿群女子仍然稳稳坐在神兽背上,身边似乎靠着一个人,又似乎什么都没有,距离实在太高太远,在场没有一个人能看清楚。 待他们顶着狂风睁开双眼时,神兽已经展翅几千里,一瞬便腾空而去,消失在天的尽头。 神兽一离开,被它遮去的天光辫完完全全透了下来,黑云逐渐散去,狂风渐渐平静。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,仿佛跟随石先生亲身经历了那场血腥漫天的生死大战。 时光荏苒,一晃又过去了数十年。 南海归须。 在那片无边无界,四下白茫茫一片混沌的空间里,一只通体雪白晶莹的九头腰静静躺在混沌之中,四周有源源不断的气脉缓缓地输入她体内。 一名女子始终坐在她的身旁,默默看着她,不知道她已经在这守护了多久。 又不知过了多久,女子缓缓将手伸了出去,握着九头腰其中的一个爪子,凝视了一会儿才娇称地说道, 九头腰?你若再不醒来,我真要把你这腰爪给剪掉了。 那九头腰安安静静,好似要在这儿躺到天荒地老。 女子说完,看了看没有任何反应的九头腰,又勿自笑了笑,将她的爪子轻轻放好,从自己的腰带子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玉瓶。 年年都拿着归须泉水加上我的独家药材,为你研制新的药,也不曾听你说上一句谢谢。 不过也是,从第一天你我相识,为你制药,为你喝我的血,你从未对我说过谢谢,你这家伙,实在太没礼貌。 你说吧,等你醒来了,你打算如何回报我? 女子说吧,拧开瓶盖,将浴瓶中的药液缓缓撒在九头腰周身,药液晶莹剔透,散发着淡淡的异香,刚一接触到九头腰那通体雪白的皮肤,就尽数被吸收了进去。 女子见状开心道,你永远是那么识货,永远不会浪费我做的东西。 这时,一个满头银发,气质出尘的年轻人末地在虚空之中出现,看上去不过二十左右,他对着女子唤了一声,娘亲。 女子轻轻向他挥了挥手,快过来,跟你爹爹说说话。 年轻人走近,正要对九头腰说些什么,忽然发现,九头腰的利爪微微动了一动。 他惊呼,娘亲你看,爹爹醒了。 女子立即低头望去,果真,九头腰的爪子又动了两下。 女子掀视颜面,不敢置信地愣了一愣,旋即激动地扑了上去,换道,香柳。 几滴滚烫的泪不偏不以滴落在九头腰的心口。 泪珠一颗颗晕染开来,闪着淡淡的荧光,九头腰的身体也逐渐有了轻微的变化。 先是头部,一个一个地有了不同的反应,然后是爪子,然后是身子,最后是腿部。 片刻后,一道白色的光芒向周遭炸开,九个头骤然消失,巨大的腰身开始变小,慢慢开始变化出人类的手和脚。 只见那通体雪白的腰身越变越小,一个完整的人身开始显现。 女子平住呼吸,凝着泪眼,一顺不顺地看着她从腰身变回人身,那张脸依旧俊美地妖异。 两颗沉闷了许久的心开始疯狂跳动。 那人慢慢睁开眼睛,美目流转,清澈透明,一如初见。 她缓缓坐起来,轻轻地拉过女子的手,放入自己的手心,冲女子淡淡地笑了一笑。 小妖! 向柳! 小妖气不成声。 旁边的年轻人欣喜地唤了一声喋喋。 香柳将视线转移至年轻人身上,不敢确信地问,小九儿。 是的。 过来,让我看看。 小九走到香柳身边,半跪下来,把脸靠近香柳,让她仔细看。 香柳凝神注视着小九儿,拿手轻轻抚着小九儿的脸,问道, 当年我重伤冰死,是我的小九儿救了爹爹。 小九儿含泪微笑道,是,是我和娘亲一起救了你。 香柳的眼里有点点荧光闪动,她极力控制着自己微微发颤的手, 把小妖和小九儿紧紧揽入怀中。 七日后,香柳和小妖带着小九儿离开闺须,一起返回了五神山海域的海底。 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家。 小九儿第一个月入海中,一入海,就欢腾地化身为一头庞大无比的坤, 整个身躯绵延几千里。 玩了一会儿,小九儿感到身体庞大而笨重, 行动起来似乎有些不够灵活。 于是,她瞬间又变身成一头蓝精。 在海里,她时而浮在海面,时而穿梭前行。 巨大的身躯如同一座浩瀚的山巒, 她的尾巴有力地拍打着海水, 激起了高达几丈的浪花。 香柳和小妖跟在她后面, 被她掀起的滔天浪花见得睁不开眼睛。 香柳大喊,小九儿, 你在这样玩,爹爹也要变身了。 小九儿乐不可知,快变,快变。 爹爹,我就等着你变身陪我玩呢。 你不知道,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。 说完,小九儿使劲扑腾了两下, 整片海域被她搅得地动山摇。 数十年躺在龟须疗伤的香柳, 此刻被小九儿的欢快激发了腰的天性, 她也想献出原身在这大海里好好封一封。 如今神农军队已经覆没, 她作为军师已经全力以赴, 做完了她该做的一切。 她的身上再也没有需要抱的恩, 需要还的情。 她现在只需要做回原原本本的自己。 她可以带着小妖, 做回一只自由自在, 尽情释放天性的妖。 眼看香柳血色妖童皱线, 獠牙露出, 周身开始变化。 小妖连忙上前, 摁住了她的念想, 并笑着说, 先别急着玩, 先回家中看看吧。 香柳不解, 难不成为我准备了礼物? 小妖笑而不语。 小妖对着小九儿大喊, 小九儿, 你慢慢玩, 我跟你爹爹先回家。 说吧便牵着香柳的手, 一同向家中游去。 香柳的心开始怦怦直跳, 她有一种预感, 这一定是一份很大的惊喜。 还好, 有九个脑袋, 顶得住。 远远的, 看见了她们的家那个, 久违的巨大海贝。 旁边是小九儿的海贝。 那是什么? 小九儿的海贝旁边, 还有两个一样大小的粉色海贝。 香柳, 只觉呼吸一致, 有些眩晕。 为等她缓过神, 粉色海贝中游出一对 翘生生的双生小姑娘, 好耻名谋, 顾盼生辉, 约莫七八岁模样, 身后跟着一个照顾她们的女娇人。 女娇人见到小妖和香柳来了, 便用手势打了个招呼, 退下了。 两个小姑娘, 一见到小妖, 便欢呼着扑了上来, 娘亲。 香柳只觉得胸口轰然作响, 九个脑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, 面对千军万马时, 她的心也不似现在这般, 跳得如此之快, 素来反应极快又伶牙俐齿的她, 此刻竟然半个字都说不出来。 半闪后, 香柳十分困难地问出几个字, 小妖她们, 她们是, 她们为什么叫你娘亲? 小妖抿嘴笑着, 搂过两个小姑娘, 雨儿, 家儿, 快叫爹爹。